就给它这样子直接这样子给它塞进去 没问题吧 好手上没有任何东西 给它塞进一点点 以后呢吹一下 哎你发现了还是会消失掉了 对吧 怎么回事 好一条普通的丝巾 我们就在众人围观之下 把它塞到手里边来 像这样慢慢慢慢的塞进来 在这个位置把它捅进去 扇一扇丝巾 瞬间消失不见 哪里去了 其实这个魔术 我们可以从观众身上 任何位置把它变出来 比如说从观众的耳朵里 直接性的把它拉出来 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来接下来 咱们就进行一个慢动作 详细教学 好其实这个魔术的重点 就是用到了一个专用的魔术道具 来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模子套 任何能放进来的小物品 都可以用它变消失再出现 比如在朋友聚会的时候 我们随手挑将参数上的纸巾 就可以开始表演了 来接下来 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操作方法 首先 将魔术套带着我们 起中一个手的大拇指 像这样戴上来 然后这样拿着丝巾 这个角度的话 观众360度都可以围观 后边我们身体挡住了 四周都是被丝巾挡住的状态 向观众交代一下我们的手 没有任何的问题 将丝巾塞到手里边来 我们来从后边看 其实事先将魔术套 塞到手里边来 紧接着丝巾 往魔术套里边塞 像这样慢慢塞进来 还剩下一点点 给观众看一下 然后用另外一个手的大拇指 把它捅进去 这个时候 顺序将魔术套带出来 正对着观众的视线 观众不知道有这个道具 他不会盯着这个手看 只会盯着这个手 像这样 看下看不到 吹一口气 消失不见 再把它变出来 也是非常简单的哈 我们可以假装空装抓一把 用食指和中指挡住大拇指 将大拇指放到这个手里边来 将丝巾掏出来 还剩下一点点的时候 顺势再将魔术套戴上 这个魔术就完成了 好 同款魔术道具 在视频左下角购买 来 来 来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